缺解来响应一部分网友的呼吁 再给大家朗读第五部分的网友们的意见 这个网友这么说 免费住着别人家的房子 去用镜头360度拍摄别人家的房屋 还品头论足的放上网 来赚取你的点击率 而另一个同样是乌克兰华人 以这个难民身份入境了瑞士 现在呢是自行租房子居住 而且呢人家还理所能及的 找到了一个开大卡车的工作 而孙光呢激光算尽 骂完老婆说继续 再要两个大女儿配合熟了 这个观众们的不是 之后呢又再骂另外一个博主 现在呢又骂这个中国人是汉奸 怎么就你事多呀 叫那些一路曾经帮助过你的 华人们情何以堪 生活在国外 你能让这个人们能看到 这场战争和给乌克兰带来的灾难 而且现在还看不到 何时啊这场战争才能结束 孙光呢在乌克兰生活了几十年 也说自己对乌克兰有很深的感情 但是呢很少能看到孙光啊 对那些正在和战斗民族浴雪奋战的乌克兰的敬佩 感觉他呀就是带着两个家庭 五个孩子在旅游 孙光说有人告密给瑞典的移民局 说这种做法是给中国人丢人 到底有没有这个告密者呀 只是基于猜测啊 未必就用结论的语言来肯定一种猜测吧 现在是信息社会 在欧洲旅行虽然不需要出示旅行证件 但是车票什么的都是实名制的 这也是一种数据记录 大数据时代一切皆有可能 甚至你的手机的地域漫游 也能够证明你个人在欧洲的移动状态 作为瑞典移民局啊 当然会关注到作为难民啊 突然跨国的这种移动举止 不要首先去用定论式的猜测 是华人的举报吧 这样的举报对举报者有什么利益吗 仅仅用妒忌这个一个理由去猜忌 虽然在海外生活说不要啊 却说呢自己不要和华人为伍 但是你这一路上啊 颠沛流离的过程 不都是华人在给你援手 在给你最大的帮助吗 还有的网友这么说 孙光背叛了自己的祖国活该 典型的投机分子 在这之前我想问一下 你的祖国是谁啊 你在乌克兰工作挣到钱却不回国光宗耀祖 想吃乌克兰的制度红利定居乌克兰 首先已经背叛了中国 又因为战争从乌克兰逃跑 不愿为乌克兰打仗 这又背叛了乌克兰 这种人呢没有祖国观念 哪里好就去哪 如果中国打仗啊 二话不说 估计啊 又会逃难到别的国家去 典型的汉奸 一个汉奸骂另外的人是汉奸 你也有脸说 当你背叛自己祖国的时候 就意味着国家不再帮助你 国家就不是你的后盾 你就应该想到今天流浪的结局 这种人呢不值得可怜 不信啊 想问一下你 你的祖国是谁啊 估计谁对你有利啊 就是谁 可以是中国 可以是乌克兰 可以是瑞典 还可以是德国 谁能留你一条狗命 你就认谁当爹 你连国家的概念都没有 你还好意思 一口一个汉奸 你还好意思 一口一个华人华侨 你还好意思 没事 这灰的小红琴 你啊 代表不了华人 你现在用中文 在这个视频里面哭诉 可是你是不是在 吃中国人的红利呢 不然你为什么不用乌克兰语 或者是俄语做视频呢 因为用中文呢 对你有利 华人赚钱多 但是呢 你为中国人做了什么呢 你大半辈子都在为别的国家工作 为别的国家服务了 你从中国赚钱 在别的国家消费 你也有脸骂 中国已经对你够好的了 你这样的 反倒更像是一个汉奸 这个网友骂的 真的有点过分啊 这个确切不是百分之百赞同他啊 再说一个 第五个网友的意见 博主虽然呢 在海外生活了很久 乌克兰老婆也娶了两个 但是呢 他还是和咱们国家的政策啊 保持高度一致 他指的是中国的啊 到底是谁发动的这场战争啊 多少乌克兰人被杀死 他有没有分析能力啊 应该是有的 但是呢 为了让他自己的利益最大化 哎呦 他一定要和咱们中国政府保持一致 否则他在国内的平台就会被封杀啊 收入就会减少 第六个网友的意见 俄罗斯让你们家流离失所 都不见你发这么大火 你都没有勇气骂几句 俄罗斯政府和普京 移民局问你几个问题 你都没有证据的猜测啊 你就说开始说中国人华人告发你 看把你气的 还提高的道德标准 说影响什么海外华人的形象 且不说有没有这么一个人告你 即使是有人真的去移民局 说你去过德国 也不是什么大事吧 你说清楚不就行了吗 反观你的行为 你拍了那么多视频 你可有一次谴责过普京 你谴责过俄罗斯侵略者吗 你太太还是乌克兰人 你也算是乌克兰的女婿 你在乌克兰人眼里是一个什么样的中国人形象 至少是没有正义感的中国人吧 你多感谢感谢收留你们一家的瑞典人民吧 你们是用瑞典人民的税金 来支持你们在这里的生活 你干嘛不在你的房子里树一面乌克兰国旗 或者是瑞典国旗呢 连你的两个女儿都知道 在他们的 在他们的很多 这个用德国的国旗来标记一下 而你呢 你这个爹又是怎么做的呢 第七个网友的意见 在几百万个逃离乌克兰入住欧洲各国的难民里面 只有你一个人是黄皮肤小眼睛的中国籍乌克兰难民 这不是破天荒的离谱现实吗 我若是瑞典移民局的官员也会召唤你来问个清楚 你作为中国人不回去中国 却跟着乌克兰难民逃到欧洲来避难 是否另有目的 尤其是现在很多欧洲国家对中国是敌视不友好的 而你的身份令当局猜疑怀疑你 那是难免的事实 所以呢 你别再污蔑乱猜 其他的华人囤包啊 为了妒忌你这个心底狭爱的小人 而向瑞典当局误报你了 你应该向全欧洲的华人道歉 赔礼 第八个网友的意见 光子 在欧洲啊 所有的正规通知或者集会啊 是不会通过电话或者是短信联系你的 会以啊一个正规信件公文的形式通知你 或者呢 你啊对外公布过你的手机号码 或者是其他的联系方式 有人举报是有可能的 有人借机啊 就忽悠你啊 做个笼子啊 忽悠你送上门 也有可能 今后呢 这个你做事情啊 要三思 你避免为以后的去留评估啊 留下伏笔 然后还有一个显然是瑞典的华人呢 他做一个补充 他说而且呢 瑞典的公文文件右上讲还有 嗯 缺姐不能读 不会读啊 他他这个这个单词是怎么读 也不知道读的对不对啊 也不知道什么意思啊 这是瑞典文 让你回应的时候呢 抱上你的按键号码 可能是这个按键号码的意思啊 这才是一个正规的程度 孙光呢 接到移民局电话呢 如果不是有人恶作剧 那就是他自己编造的 第九个网友的意见 光子啊 你这期视频起死回生了啊 中国同胞躺着中枪 你制造了假想敌 激起了华人之间的互相仇恨 你想流量啊 你只要想流量 哎呦 你什么都能演 第一 移民局周末打电话 可能吗 第二 没有预约直接上移民局 可能吗 第三 移民局告诉你谁是告密者呀 真的告诉你告密者了吗 更不可能 就你这没下线的人品啊 为了赚钱不负责任的态度 你才是中国人支持 你才是华人支持 明明有中国可以回 你的身体最诚实 不是吗 再说下第十个网友的意见 你就是你 一个个体 你不要把其他华人中国人带上 你就承认自己是生意人有啥不好意思呢 你就承认自己掌握了财富密码有啥难为情的呢 你这不是正在著作着吗 季子 还有你生的那些孩子们都是你的工具 煽情的工具 还有大家都支持你这样的行为吗 资料是公开的 我看到当地政府给你们的救济金不少呢 第十一个网友的意见 难民 所有生活费用都是瑞典交税人的付出 只能得到最低限度的生活水准 应该不可以出国旅游的 你做什么事情 首先得汇报 这是你作为难民的本分 你这是在毁坏乌克兰难民的形象 而你本人不是乌克兰人 而且你早就离开了战火中的乌克兰 你为什么那么害怕回到中国呢 没有任何一家难民像你们这样 拿着别人国家的补助 立刻去另外的国家探亲访友的 既然你有这个能力 你就不应该是难民的身份 曲姐把这个第五部分的网友们的意见 又给大家读了一下 请松光的铁粉们 相当一部分是脑残粉 就你们听一听大家的意见 有没有道理 是不是我们血口喷人 是不是我们就是要置于他死地 有没有凭据 有没有事实为依据 我确切就奇了怪了 怎么会有这样的啊 这种脑残粉 不问青红皂白 大家把这些事实罗列了这么多 有这样的 有很多是懂得瑞典当地的法律的 瑞典华人现身说法 结果呢 相当一部分网友 尤其是 好像是某一个地区的 确切不好说 是哪个地区的 那种有部分是打着繁体姿的 就好像是他生的儿子一样 好像松光是他们生的 就这种互独自的心态 这是什么心态啊 这是说难听点 说你们是圣母表 都是亲的 你们真的脑残 你们脑子不是一般的脑残 真是奇了怪了